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因为我们现在最近从上个月开始 我们在教一个主日学课程叫信仰的根基 信仰根基里面有一课 第三课叫做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神就让我看见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 他称自己很多的名称 其中有一个就是生命的粮 I am the bread of life 但是无独有偶 我们教会的名字叫什么 Bread of life 我想弟兄姊妹很多是最近或者去年 今年刚来我们Bread of life 我们教会的名字是有出处的 是从圣经来的 有人告诉我是哪节圣经吗 没有 所以你要来听这篇讲道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二 信我的永远不可 只是我对你们说过 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 乃是要按着那猜我来者的意思行 猜我来者的意思 就是他所赐给我的 叫我一个也不失落 在末日却叫他复活 因为我父的意思 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 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叫一切信子而信的得永生 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这段是耶稣 在约翰福音里面 在他走上失教之前 讲的一段话 那这里头其实包含了 所有福音的最重要的都在里面 这里面又讲耶稣为我们死 他不失落 他永远有我们同在 而且末日叫我们复活 还有讲到信心 讲到他是生命的粮 他是生命的活水 只要我们来 我们就必定不二 信他的永远不可 从今生到永生全部包括 从今生的生命 到永远复活的生命 也包括在这里面 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 那你知道 耶稣在什么时候情况下 讲这段圣经的吗 讲这段话语的吗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的一些 背景 如果你去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话 他整章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有两个神迹 然后就是耶稣讲的一大 一大段的话 跟犹太人讲的一大段的话 那这两个神迹是什么呢 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一个是五炳二鱼 你看那个 那个图画 那我也比较喜欢 把这个地理跟发生的世界 联系在一起 那这两个神迹 一个是五炳二鱼 一个是耶稣在水面上行走 那魏平老师其实在他最后在这边讲到的时候 讲到这个故事 其实发生的地方就是在加利利湖 加利利湖是在以色列的土地上 他六十四平方英里 比华盛顿湖大两倍 大概是华盛顿湖的两倍 不大的一个湖 那耶稣他在地上的服事 基本上就在这边开始 你还记得拿英加拿的婚宴 到了拿撒勒 他在加山不受欢迎 后来他就来到加百农这一带 为什么来到加百农呢 因为这个先知以色 以赛亚说 在这个西伯伦拿福大利地 要见到大关 那这个地方加百农 就是西伯伦和拿福加利的地方 耶稣在那边行了非常非常多的神迹 讲了非常很多话 医治了很多很多的病人 所以他就有一般的跟随者 那到了第六章的时候 耶稣在旷野地 就行了五炳二鱼的神迹 然后呢 他要渡到这个这边是博塞大 就是在这个加利利湖 北岸的一个另外一个城市 因为要避开这些要来逼他做完的这些百姓 因为他不明白耶稣来地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他们就知道要吃 无比而鱼吃很饱足 然后当时他们的属灵的观景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门徒们 他们的属灵观景是什么 这个马可飞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门徒们见到耶稣从水面过来的时候 那个图插图号 他们以为他是鬼怪 他们刚刚看过耶稣所行的神迹 他们心里非常害怕 圣经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 那分禀的事心里还是鱼丸 门徒心里还是鱼丸 他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就是神差来的那一位 那这个众人的观景是什么 耶稣很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 当他们追着耶稣到了这边 格尼撒勒这边的时候 耶稣跟他们讲 我时时地盖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 乃是因吃饼得饱 所以我想世人的观景基本上是在乎世间的事情 能不能吃饱穿什么 吃什么 明天要去哪里 我的孩子将来要怎么样 我们的观景基本上停留在这个世界的事情上 所以这个耶稣在这个两个经文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的灵并没有苏醒 并没有用这个属灵的眼睛看见耶稣 他来地上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先来谈这个生命的量之前 我们先来谈谈什么是生命 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最简单的问题 我想大家都或多或少都知道 我们的人不是仅仅有身体而已 是由灵魂体三部分 那这个右边 这个左边这个图 基本上就讲到灵魂体的关系 我们从这个物质自然的世界 通过我们的肉体跟这个自然的世界有接触 可以感知 通过我们的感光 我们的生理 我们可以运动 因为我们有身体 但是最重要的 关乎到我们的幸福感 关乎我们的安全感 关乎我们的爱的感觉 都是从心而来的 这个心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魂的一个部分 甚至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他讲到就是我们的理性 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意志 我们的抉择 所带来的一个果效 都是由心发出的 为什么心这么重要 当一个人 他的心 他的情感 这个down的时候 他好像整个人没办法function 就是因为人是有魂的一个生命 但是往往最被忽略的是灵 我们看现在 刚才我们唱歌唱到 神吹气 我们就得生命 对不对 神吹气 你知道人为什么有灵吗 就是因为 造人的时候 神吹了一口气 所以我们就变成有灵的活人 所以这灵的部分 是人生命里面最高层次的一个 一个彰显 一个表现 那他是包括有直觉 有良心 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与神的沟通 与神的沟通 包括我们有敬拜性 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着 他的启示 他的可以接受他的命令 可以跟神来祷告 可以跟神来回应 所以为什么跟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在敬拜神这么重要 是因为我们 我们的灵会在敬拜中 得到极大的满足 因为我们的灵是有敬拜性 当然我们敬拜的要 必须要是一个真神 我们的神就是唯一的真神 很巧 今天我讲的Podcast也是讲到 神是唯一的真神 活神永远的主 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所以现在人的问题是什么呢 你觉得现在人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非常注重灵和 不是灵 sorry 我们非常注重身体的满足和灵魂 我们要吃好的 OK 然后我们要有这种 用一些物质的东西来企图 来满足我们魂的需要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我们要用各样的娱乐 我们要吃最好的东西 我称之为叫做Buffet效应 自助餐效应 哇 当你进去的时候 哇 你非常的兴奋 你猛吃 狂吃 吃完以后 觉得 还不如去吃那个蒜香小馆 还不如好好点两个菜 这就是人的人心 这个不足 蛇吞象 来 你有很大的一个满足 但是物质的东西 没法满足 但是人不明白这一点 他们企图要用一个属地的粮 来满足一个属天的心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以前也听说过 他说上帝造人 在神的心里面有个空洞 唯有上帝自己能够满足 大家听过这个吗 所以这个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 喜乐的心是良药 忧伤的灵死骨枯干 就是当我们的灵不对的时候 其实它会影响到我们的魂 然后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身体 常常我们的疾病 不管是生理的疾病 生理的疾病 都是因为我们的灵不对 我们的情绪被压抑 我们不能有平安 不能有喜乐 而带来一切的问题 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说 你们要尽心尽信 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最大的诫命 对不对 它就是对我们的心来说的 什么叫尽心 尽心就是 all your heart 尽心 all your soul 尽意 all your mind 尽力 all your strength 就是你要选择来 敬拜我们的神 就是上面讲的四点 理性情感意志决定 为何来爱神 所以我有这样做的时候 当神的灵 进入到我们的里面 有当神 我们被神的灵 充满的时候 确定比三个问题 一个问题 what is life 你们能读吗 这个字很小 那我大概就跟大家发明一下 这个what is life 就是生命是什么 他说 生命是任何系统 可以做这些功能 吃和拉撒 基本上是 然后呼吸运动 会成长 会繁殖 会生殖 然后会对外界的刺激 有反应 然后基本上就这个 你觉得这个 是人吗 人和猪差不多 对不对 Sams down 第二个 what is life what is the bread of life 他非常精确的 非常精确 六章三章五节 明明说出来 然后他还 还加了一个 I am the bread of life whatever comes to me 这就是六章三章四章五节 The term is used to describe Jesus is the source of spiritual nourishment an eternal life perfect 100% 但是你不知道 过了十年以后 这个定义会不会变 OK 因为ChatGBT 是通过这个数据 来提供他的 他并不能能够 自我的推理 他通过数据 只要你用 只要有一些 别有用心的人 给他一些数据 你看下面那些网站 那边有四个网站 只要有一些 别有用心的人 把更多的网站 放在这个定义的底下 他就会出来 另外一个定义 好 再问一个问题 我以前听说过 我说过 我听说过有人说 这个ChatGBT 不能回答什么是妇女 什么是女人的问题 所以第三个 big thumbs down OK 我跟他念一下 看不见吗 他说 按照Webster的定义 他说女人是一个 成年的 female person You know 好像没说什么 但是他花了 大量的篇幅 说什么 他说 女人的定义 是比较复杂的 而且是 multi-facet 就是说 有很多的定义 OK 然后他说 在近年来 他的定义 已经被扩展了 去包括一些变性人 OK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看见 ChatGBT的危险 才这么多年 女人的定义 已经不清楚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青少年会 confuse 当他去用GDP做功课的时候 他顺便查一下什么是女人的话 他看到这个的话 他不会认为 上帝所造的男人女人的定义 只有一个 按照这个定义的话 女人可以被随便的定义 他可以变成变性人 可以变成同性恋 都可以 这就是一个 沙滩在这个末世的时候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谎言 就在这里 所以听到没有 我以后可能还会这样 ChatGBT 我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个preview而已 所以ChatGBT不是人工智能 OK 它是人工智能 但是远远不可能取代 有灵的生命 不可能取代 我们神创造的人 我们本有神的形象 有绝对的真理与圣洁 在我们的里面 虽然我们做不到 虽然我们犯罪 但是人应该 神原本创造的形象 应该是有绝对的真理和圣洁 Amen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什么是生命的梁 生命的梁 那这个圣经讲得非常清楚 其实耶稣讲这个生命的梁的时候 它是有背景的 因为耶稣读的圣经是什么 耶稣读的圣经是旧约圣经 别忘了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他也读过圣经 他读的是旧约圣经 他所以他非常清楚 这个生命的梁是什么 他非常清楚犹太人 对这个梁的概念是什么 他们的概念就是玛拿 玛拿是在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神供应他们四十年 当他们要进入迦南的时候 就停止了 这个玛拿我要讲一下 这个玛拿圣经里面有两个 比较重要的经文 这个就是一个就是 生命纪八章三节 我给大家念一下就好了 他苦恋你 任你饥饿 将你和你列祖 所不认识的玛拿 赐给你们 使你知道人活着 不当靠食物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 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这句其实在 耶稣在旷野被试炼的时候 被魔鬼试探的时候 他引用了这句 就是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手里 所出的一切话 这个句话什么意思 因为当年 这个以色列人在吃玛拿的时候 他们有非常非常的抱怨 对不对 他们觉得这个玛拿 实在是太无聊了 整天就是吃这个 然后还不能多取 多取得会坏 然后这个礼拜六的时候 可以取两份 因为要守安息日 其实玛拿里面 蕴含了很多的这个预言 预言的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生命的量 他也预言了这个 也代表了神的律法 里面有守安息日的信息在里面 那最近在这个起书里面 特别讲到隐藏的玛拿 那就是摩西吩咐亚伦 去把那个玛拿去收了一罐 藏起来 藏在这个约柜里面 那罐玛拿是永远不会毁坏的 OK 那现在的约柜 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 但是神允许我们说 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 神要赐给那些 得胜者有隐藏的玛拿 那这个隐藏的玛拿到底是什么 有很多的说法 一个是说 是圣灵将来要在 耶稣再来的时候 要跟我们说的话 有人说是一种 跟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 就有这种非常亲密的关系 等等 都是预言到耶稣基督 这个玛拿 所以 人生是非常短暂的 这个 我想用这个格子 52乘90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52乘90 那边有一些黄了 那边已经黄了 那就是 那就是我的日子 OK 那这边还没有被填满的 就是 我希望我能活到90岁 OK 90岁 人生的格子 其实人生很短 不管你活70 80 摩西说 人生的日子是70岁 若是强壮 能够到80岁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提升到90岁 若生许可 人生就在爬格子 52乘90 4680个星期 每个星期就是一个格子 所以 你来教会 来一个礼拜 就少一个礼拜了 OK 我不是说要说得那么悲观 但是人生就是很短暂 那你看法律 6章27节说 不要为那必朽的食物劳力 不要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子要吃给他们的 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应证 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 人生是很短的 所以我们不要纠结于人生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 你要跟配偶吵架 跟孩子过不去 等等等等 我们劳碌求父 我们追求名利 到头来都要过去 短短的八九十年的时间 那神所应取我们是什么呢 是永恒的生命 永恒的生命 所以我要做一个 做一个demo 这个短暂和永恒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请那个冰封地上上来 这个 你知道我这里画了一些 红红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一杆 就是这个九十这格 浓缩成就是红红的一杆 这就是你在地上的生命 好 我们请冰封 你可以一直走 走到对面那个 那个咖啡馆都没关系 一直走 走走走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Yeah Yeah 丁子妹 我想用这个demo来告诉你的永生 比你这个红红的这么一点 要长得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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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可以了就走到那里 可以了 我知道你可以一直走到405边上去 还可以落几圈 丁子妹 如果你要为今生来忧虑 因为今生的愁苦的话 你跟永生比才就这么一点 丁子妹 你要想到我们是有永恒生命的人 我们在今生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你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用永恒的准备 你要来在今生 让你能够建立那些 这个不会朽坏的工程 这是圣经说的 我们要建立那些 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 能够存到永远的 能够来预备永生 能够来承受永生 Amen 所以请兵方这个包卷起来 我们下一谈还要用 所以永恒 我觉得这个永恒被廉价了 很多人不看重永生 因为今生太多的愁苦 我曾经跟一个文艺朋友说 永生对你感觉什么 他说没什么感觉 反正今生已经这么苦了 还要永生干嘛 还在永生里受苦 对 丁子妹 即使是信徒们 我们对永生的看法 对我们的永生的这种 可想 对永生的准备 我们并不是很看重 这是为什么 我们常常要说 你要来灵修 要为你的灵 要你存到永远的灵 给他有食物 让他能够强壮 让他能够健康 但是做的人并不多 那有人说 那你怎么知道永永生 那我说 你怎么知道没有 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 神造万物 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 然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 人不能参透 神告诉我们是有永生的 而且你知道会有永生 因为人 只有人对永生有盼望 所以这个C.S. Lewis说 你想要的东西都是存在的 比如说你想吃饭 有食物 你想喝水 有水 你追求永生 那肯定有永生 只是我们对永生的概念 我们对他的追求 并不是神要我们来追求的一样 我们在地上 我刚刚讲过 要为永生来劳力 我们信主 我们的确永生 但是永生 这里说要用永生 为永生来劳力 我们看下一章 所以 弟兄姐妹 神赐给我们的 这个生命的粮 我们白白领受以后 当我们接受耶稣 做我们救主以后 我们是得着永生 但是这个需要我们真的能够看重永恒 为永恒来预备 让我们的灵 不断被神的话语 被神自己来充满来供应 我们的生命才会过得不一样 Amen 所以第二点 如何能够得到生命的粮 这个很简单 就是信 我把这个字放得很大 耶稣其实跟他们讲 只是我对你们说过 你们已经看见我 还是不信 你们已经看见我 还是不信 这个话其实对 这个对世人来说 也是一样的 我们都知道很多人 尤其在美国的 这个人都知道 有神 有耶稣 有基督教信仰 但是他们还是不信 为什么呢 因为人 总是要看见 他们自己肉身上的需要 更多的是看见 他们肉身的需要 还有一点就是 他们很难去体会 一个至高无善的神 他曾经会 会曾经道成肉身到地上 将他们从最终拯救出来 然后赐给他们 这个一个永远的生命 很难理解 怎么不动 所以这个耶稣 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 六章里面也在讲到 他说 众人问他说 我们当然做什么 才算做神的功呢 耶稣说 信神所差来的 这就是做神的功 所以世人以为 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功 才能得到这个生命的良 才能得到永生 耶稣说 你不用做 你只要信 就可以了 那约翰福音 十七章三节里面也讲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认识他 认识你所差来的 耶稣基督 就是永生 所以永生 就是认识 真神 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总结一下 信比做功更重要 认识神 就是永生 这说明我们跟神的关系 个人和永恒的关系 更重要 什么叫真正的认识神 如果你没有跟他 有这种 非常亲密的关系的话 你只能说我听说神 但耶稣没说 你听说神 就是永生 不是 当我们真正认识神 与耶稣基督 有个人与永恒的关系 这才是永生 这位牧师 是我非常敬重的牧师 很不幸他上个月已经去世了 Charles Stanley 大家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 他是 他是亚特兰大第一进行会的主任牧师 他做牧师将近 四十年还是五十年了 上个月刚刚去世 他有个定义 这是以前我们教会 受洗班的时候 必须要读的 我们来念一下 新耶稣到底是什么叫新耶稣 当我信靠他的时候 我就与耶稣神的儿子建立个人及永恒的关系 很重要 首先你要知道 神耶稣基督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位 圣经所说的耶稣是谁 神的儿子 他是我们的救赎主 对不对 他从童女怀孕生下来 在地上行走三年半 三十三年 服侍三年半的时间 在十字架上被钉死 然后 升到天上 如今依然在天上为我们代救 这就是耶稣基督 这就是福音的全部 你相信吗 另外一点 他会做他所应许的圣经里面 有无穷多的应许 就说有人说是将近有六千个应许 从旧约到新约 神的应许 对不对 你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天要来读经 要来祷告 让我们能够知道应许 神的应许是什么 按照神的应许来祷告 我们的生命 才能跟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 那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 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个人和永恒的关系 个人和永恒的关系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们真正认识他的时候 我们可以跟他有沟通 每天有沟通 我们的灵可以领受到生命的粮 它可以成为我们的供应 而且是在逆境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依靠它 依靠它 所以这就是个人与永恒的关系的一个真实的意义 很实际的意义 Amen 跟朋友们说我们要跟耶稣建立个人与永恒的关系 我们进入到第三点之前 我讲个例子 就是 也是跟约翰福音有关系的 就是有位宣教士 他在非洲传福音 他要把这个约翰福音翻成当地的语言 他就觉得非常困难 尤其是碰到这个字 就是这个信的 信这个字 在约翰福里面有非常困难的这个信这个字 他不知道怎么翻译 所以好几天 他就没办法把这个信 这个信这个字翻译给这个当地的 那些部落 那些比较没有开放的这些 这个民众的这个来听 所以有一天 有个长途跋涉的这个邮差就来了 他就带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然后他就因为长途跋涉 他就信匆匆地跑到他们住的地方 然后他就把那些信给他了以后 他就筋疲力气就弹在那里 然后在口里在读读囊囊囊说一句话 一个词语 但因为他讲的是当地的语言 他根本就听不懂是什么 然后这个宣教士就问 问他的一个非洲的同工 他说 诶 那个信差他在说什么 觉得他非常累 但他一直在说什么 那这个 这个当地的人就告诉他 他说 他说那个邮差的意思 他说我已经尽全力了 在这里 我把所有的重担都放下来 所以这个宣教士 恍然大悟 他说赞美神 这个字就是他一直在找 这个信的意思 你知道吗 亚伯拉罕信心之父 他最大的 他的信心的高潮在哪里 建议上 为什么这是他信心的高潮 如果跟他 跟他跟我讲的故事 联系在一起 这个 the greatest faith 就是a resting faith 就是可以修习的信心 什么意思 当我们在困境 尤其是在我们困境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不顺利的时候 你依然因为信靠神 有那种绝对的平安在你里面 依然在你的心里面 有那个绝对的平静安稳 the resting faith is the greatest faith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因为当他要把他的独生子 献上的时候 他依然有那个平安 因为他相信什么 他依然相信 他老是即使死了 神也让他从死里复活 Amen 这就是一个resting faith 他没有纠结 他跟那仆人说 我去一去 我跟童子去一去 那边就一起回来 那个事情还没有发生 他已经知道 神会让他的儿子平安回来 这就是一个resting faith 所以听着没 信耶稣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你仔细想 你并不简单 你如果把这三点都做到的话 你才是真正的信耶稣 我们必须知道耶稣 神给我们所有的应许 我们必须相信耶稣是那位救赎我们 他就是神 他是神的儿子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必须有 跟他有个人和永恶的关系 Amen 好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 就是我们如何经历生命的量 很简单 我们如何维持我们肉身的生命 对啊 吃饭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维持我们属灵的生命 也是每天吃 与主连结 好 跟朋友说每天吃 与主连结 所以圣经最重要的真理 就是最简单的真理 每天吃 与主连结 所以这个葡萄树和枝子 这段经文是我最喜欢的经文 我常常也来讲到的时候 用到 我就不念了 所以这个每天吃 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吧 就是要来吃神的话语 那与主连结呢 怎么做与主连结 很抽象吧 如果葡萄树与枝子 你还觉得还很抽象的话 那我来请问大家 你们怎么每天与你的配偶 与你的男朋友 女朋友 与你的父母 与你的孩子连结 好 短信 微信 line you need to send messages right 你可以跟他对话 如果你现在不要 不太习惯对话 你就给神发信息 怎么发信息 对啊 你在读经 在灵修的时候 在摸想的时候 你可以跟神 来求问神 来求神 来帮助你明白圣经 你可以向他祷告 这就是跟神连结的意思 这样清楚吗 所以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们教会 从周牧师他们来了以后 就是要鼓励弟兄姐妹 每天灵修 你不要小看 每天15分钟 半个小时的灵修 OK 如果你在这个中间 能够真的跟神 有这种连结 跟他发信息 然后你接收信息 发信息 接收信息 然后看见事情成就 看见你的心 就平静安稳 看见你以前 好像过不去的关口 你就可以过去 看见你以前 过不去的难住 你就可以胜过 你的信心 就不断地被 被提升 你的灵命 就不断地被增长 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来 不断地喂养 我们的灵命 有位牧师说 三日不读经 什么 有人能接下一句吗 面目可正 OK 你三日不读经 没人能看出来 没人看 牧师也看不出来 但是你知道 你会知道 你觉得就是生命里 有不对 为什么就 这么多事情就不顺 为什么我的 我的灵就是这么 down 为什么我就 这么容易被激怒 为什么我老会 就跟太太吵架 然后为什么看孩子 就不顺眼 OK 听着没 这就是属灵的温度计 属灵的方向盘 OK 当你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要来想一想 你今天 有没有 吃生命的量 你今天有没有 跟主连结 不是你面目可正 其实是你的心 你的心没有 被神的灵 所掌管 这是为什么 我们的心是 非常活络的 我们的心非常 有的时候像野马奔腾一样 OK 我想在座的地方 你们都知道 我说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特别重要 我们要每天 与神连结 第二个就是 要按照神的旨意行 跟旁边说 要按照神的旨意行 所以我们身体要健壮 要怎么样 要吃得好 要吃得饱 吃得饱 要小心 要吃得饱 吃得好 比吃得饱要好一些 然后还要运动 对不对 还要运动 所以我们按照神的旨意 就是我们领受了神的话语 我们要把它行出来 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 那在约翰福音 这个六章三十八节里面 耶稣为我们做榜样 对不对 他说因为我从天上 架来讲来 不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 乃是要按照 那猜我来者的意思 耶稣在地上 他是神 他也依照神的旨意行 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人 我们难道不要按照 神的旨意行吗 所以听着没 耶稣在地上里面 地上里面还讲了很多话 就是讲 当听了他的话 就去行的人 这个人叫什么 把他的房子建在磐石上 风吹 雨打都不会垮 但是有些人 就像一个愚昧的人 他把他听了神的话 不去行 他的房子就建在沙土上 当水 当雨来了时候 就很快就倒塌了 而且倒塌的很大 而且倒塌的很大 对不对 真的 我们真的要按照神的话语去行 那你说 我怎么去按神的话语去行呢 怎么按神的话语去行 所以你要知道 首先你要知道 神的 在说什么 神跟你说什么 你要明白神的旨意 你才能够按照神的话语去行 然后 就是要在祷告中 来等候神 让神告诉你 他要你做什么 不是说我们把这个祷告的清单一列 好 神这个交给你 替我来成就 拜拜 就走了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我们没有来聆听神的意思是什么 对你们 我们按照神的话语 真的要来为教会来祷告 我们其实 我们教会进入到这个一个阶段 我们真的需要弟兄姊妹的祷告 要求神来做他 在这个新的季节 做他的新事 我们可以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 我们为我们的第二谈的成长来祷告 为北福 为我们的停车场 我们的英文牧师来祷告 我们能够传福音 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去行上 来祷告 让我们能够真正知道神的应许是什么 神说什么 当我们按照他的意思去行的时候 去做的时候 奉他的名 无论求什么 他都会为我们来成就 我最近一直在讲这个事情 无论求什么 他都会为我们成就 有人说 Are you so sure 我说 Yes God said it 神说的 但是有前提是按照神的旨意求 不是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求 Amen 那祷告是很有功效的 其实我这个礼拜 我跟太太去 在那个 去 Valley Medical 有一位 从中国大陆飞过来的一位年长 是达拉斯琳兰坛的一位姐妹的妈妈 他第一次来美国 他在即将进入美国领空的时候 在飞机上突然发生中风 非常紧急 中风 然后他到厕所以后就出不来了 就站不起来 整个说话 手脚已经不能动 然后他在飞机上 很奇妙 飞机上居然有两个会讲中文的一声 好像还有两个护士之类的 大家都去帮忙 结果他在西雅图 进入西雅图领空以后 那个他们问他 他说你是不要 他开始还想说 要坚持到达拉斯 因为从西雅图飞到达拉斯 还有四个小时时间 他如果真的要坚持 他不破降的话 他就基本上就没有生命了 所以他说我要破降 所以进入美国的第一站 在西雅图破降 然后马上送到 这个 Valley Medical Center 然后他女儿非常着急 达拉斯那个 林安安的师母 非常着急 联系师母 师母说 他叫我跟宏美 能不能去看一下 因为那个Valley Medical 离我们家很近 大概十分钟 我去那里非常惊讶 他已经恢复了 他只有右手这边 有点不太方便 他的那个皮肤看起来 是有点青色 就是血还没有流 因为他一下来以后 医生就给他打 这个全美国 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的 那个销 这个融化血栓的那个药 他的那个血栓 那个药 只是在最佳时间有用 因为他会造成 血非常的稀释 就是说他会造成 那个继续的出血 因为他那个 那个血的年度降低以后 他很为了造成 那个再次第二次的中风 就是stroke 但是这位幸运的母亲 就是医生 给他这种最好的药 他所以在上午到下午 大概三点多 我们去看的时候 他的脚已经会 已经会动了 他都可以讲话 他说只是有点舌头 不太灵光 就是有点僵硬 然后最奇妙的是 他说我要看我的手机 然后把手机给他 他的手机有六位密码 他自己一个一个 一遍就敲对登录 我跟你讲 中风的人在飞机上 耽误了两个小时 下来以后 大概从早上到下午三点 也就是四五个小时的时间 他居然能够恢复得这么快 所以是 那个师母发了一个祷告文 给我 他说有位他们 教会有位弟兄祷告 叫康弟兄的祷告 他发给我 哇那上面写的 就是一模一样的 就说 但他没有任何的后遗症 能够受到最好的治疗 马上就可以到 这个一般的浦东病房 他其实第二天就到了浦东病房 对他们要相信祷告真的是有功效的 Amen 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 当我们跟这个创造天地的主 有这种个人与永恒的关系 他会听我们的祷告 Amen Amen 所以我们也读到这个 最近读到天方台前书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唯独近前凡事都有益处 还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我想讲到这里 我就不太需要解释 来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就说操练身体的话 就说你55岁的时候 还能大概这样子 OK 有人说你30岁以前的这个身材 是父母决定的 35岁的身材就是你自己决定的 没听懂 It's ok 锻炼身体益处还少 唯独近前 近前就是要不然来操练 就像神 OK 我刚讲说 用永生来 为永生来预备 这个近前就叫Godliness Godliness就是我们要像神 有神的性情 有神的 它是我们原有的形象 叫操练近前 我们刚才讲的所有的 都是操练近前的一部分 Amen 好 来到最后一张slide 所以讲了这么多 我们要领受生命的粮 我们要每天来吃生命的粮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 活得更丰盛 那这个 活得更丰盛 这不是仅仅讲到永恒的事情 是讲到今生的事情 其实在历史历代 很多的这个 一些主教 一些基督书作家 都讲的这件事情 我引用了两个 这个 St.Iranus 他是第二世纪的一个 罗马天主教 一个非常 著名的一个主教 他写了很多的 这个 护教的书籍 他非常有名 他说了一句话 他叫 他说 The glory of God is man fully alive 翻译过来就说 神的荣耀 就是一个人 丰盛的活着 所以今天 你们听完 我讲到以后 什么叫做丰盛的活着 丰盛的活着 就是你要兼顾到 你的灵 最高层次的 你的魂 你要想 你整天在想什么 当然你的身体也很重要 你如果没有身体的话 你就没办法 来支持灵和魂 所需要的 你也不能来服侍主 你不能走得残久 对你们的 丰盛的生命 就是要让你的身体 兴盛 如同你的灵魂 兴盛一样 Amen 就像这个 使徒约翰所讲的 第二个叫 Philip Yancey 这是一个基督徒作家 他写了一本书叫 耶稣读的旧约 喜欢读旧约 他就讲到 耶稣在地上 他也读的旧约 旧约里面充满了 对新约的应许 对耶稣的预言等等 那他说 Christians are not perfect by any means 大家都同意吧 But they can be people made fully alive 又讲到 丰盛的生命 基督徒从任何的意义上讲 他们不是完美的 但是 他们是那一群人 他们的生命可以达到丰盛 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我们基督徒 我们相信神 我们可以从神那里 源源不断地得到 供应 让我们的生命 不断地被改变 让我们生命能够进入到 这个深圳的丰盛的里面 就像 诗篇第一篇讲的是什么 就像一棵树 住在溪水盘 按时结果之 叶子也不枯干 当然最后一句 也是耶稣说的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实际上是耶稣 总结了所有的 不管那些基督徒作家 什么主教 一句话 一言以蔽之 耶稣说 我来了 就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Amen 所以对你们 我们今天的讲到 时间差不多了 所以总结一下 真的 生命返谱归真 其实是解脱 人生苦楚的唯一途径 什么意思 就是要回到 人生照我们的时候 原本的形象 千万不要忽略你的灵 因为人活在世上 被这个世界的物资世界 物资上的追求所蒙蔽 我们常常忽略 来供应我们的灵 这是人生苦楚的 最大根源 是因为我们忽视了 我们的灵 我们企图用 世界上一切属物资的 来满足灵的需要 这是不可能的 Amen 所以对你们 让我们真的 一起来共勉 让我们真的把 我们的灵命 当作一件 最重要的事情 千万不要忽略 灵命的建造 是一件 不紧急 但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对有些人 还蛮紧急的 如果你第二天 就碰到车祸的话 那还是蛮紧急的 Amen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请进门谈上来 主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将你的话语 成名在我们众人的面前 主 我们感谢你 照我们 你照我们的时候 你也在我们的口中 吹露一口气 那就是零 好了 我们能够 与你有连结 好了 我们有 与你一样的性情 有你原本的 荣美的形象 但是因为罪的缘故 我们从 你的原本的形象里面堕落 然而主 你依然爱我们 你为了救我们 你为了我们 挽救我们 重新 回到伊甸园里面 重新 与你恢复 那个个人 与永恒的关系 你死在世界下山 为我们流出宝血 主 我们来感谢你 赞美你 主 我们来感谢你 主 求你今天 对我们的心来说话 来告诉我们 什么是我们生命中 最重要的 主 也让我们 立定心志 能够每天 来寻求与你连结 求你的话 成为我们生命的灵 直到永远 哈利路亚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 听着我们 一起起立 来唱今天的回音诗歌 《住在你里面》 第一节 唱歌 在你恨无水之地 我可不离 在宽野无人之处 我寻求你 再听你 在宫野无人 你的风 神之处我寻求祢 德旧在乎归归安息 德既在乎平静安稳 我的空影如影展翅上等 住在祢的里面 住在祢里面 路中指尊与葡萄树 静静笑脸 住在祢里面 住在祢里面 灵烧山明或水雪也永不渡 住在祢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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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志最不倒树 静静笑脸 住在祢里面 住在祢里面 静笑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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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在灵里来享受 与你同在的美好 主 祂我们的灵 祂原本是美好的 主 祂我们真的能够来恢复 与你那美好的关系 主 祂让你的灵每天与我们 还同在 让我们来鼓励我们一切的需要 主 祂来帮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 主 祂带给我们一切的困难 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灵 能够干强 靠着你的灵 能够来有大能大力 我们感谢祢 照顾 我们对祢说 我们愿意住在祢的里面 以成为我们生命的灵 从今始至到永远 主 祢啊 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唱这首歌 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声调来唱 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 如果是灵不耐尽你相连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 灵手的灵不吹 却永不孤雀 住在你里面 如果是灵不耐尽你 住在你里面 如果是灵不耐尽你 静静相连 住在你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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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灵不耐尽你 最后一遍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 如同之灵不耐尽你 静静相连 住在你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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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里 灵不耐尽你 武雅 我感谢祈祹 вер美祈祝你 祈祚 祷让生命的活水 compassion 吃给我们 祿祂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 来领受生命的粮 也领受生命的活水 这个活水要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来 只涌到永生 哈利路亚 我们相信祢的应许 只要我们愿意 主祢必要来成就 那不可能成就的事情 不管我们生命中碰上什么样的困难 主祢圣灵的大能要帮助我们度过 因为这是祢的应许 哈利路亚 我们感谢祢 赞美祢 所以这时候我们求 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感谢主 谢谢主 感谢主 花都没开 花都没开